人民日报爆料河马更换生鲜日期标签,同一发至线性近日,人民日报报道河马先生工作人员更换产品外包装的日期标签,使得河马陷入了标签门,有上海消费者爆料, 自己在河马先生上海大名店购买胡萝卜时,发现工作人员将前几日的标签撕下,换上了当日的标签。 11月21日,河马CEO后一在社交媒体发布剧签信,宣布将你去上海市总经理职务,并表示,今后任何人做出有为客户第一的行为,我们将执行最严厉处罚,绝不手软。 小程点评,在11月24日下午的虎秀2018FM创新节上,河马先生CEO侯毅,再次讲述了自己对于标签们的态度。 侯毅承认是管理工作没做到位,并对揭露的媒体表示感谢,侯毅表示,河马对消费者的承诺,不会发生变化。 饿了谋回应劣质料礼包事件设施蚕食商品,立即下架11月19日,饿了谋在官方微博回应劣质料礼包报道,称其立即采取了如下措施,都处所有平台商家,对境或渠道进行自查,所有涉及相关原材料的蚕食商品立即下架。 饿了谋平台同步展开紧急排查,目前发现的有使用该品牌产品的商家,已全部下线。 第一时间主动向食药监部门报告,并全力配合相关后续调查。 小城点评,外卖平台应当加强上线审核,加强线下监管,而不是因为为了出去那点提成,换了一个平台的责任。 万达 未来十年棋盘,打造1000座万达广场,11月23日,距离2018年结束剩下39天,万达集团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深圳, 击开了其在华南区域布局,乃至未来十年发展规划的棋盘。 万达集团宣布未来十年将有1000座万达广场开业,直接覆盖中国九成有消费力的人口。 预计未来二至三年,万达在华南地区将新增15座万达广场和万达帽,加上已经落地的29座万达广场和一座万达帽, 在2020年前,华南地区的万达商业物业将超过45座。 截至2018年年底,万达将开业285座商业项目,2019年年底,万达将开业337座商业项目。 小城点评,国民公公网者联新的小目标,感觉不是很好实现。 拼多多观点5500多家下架770万件产品。 拼多多Q3财报发布后,黄征介绍称,仅在9月份,拼多多平台, 主动关闭了涉嫌违法违规的店铺,5500多家,下架问题商品超过770万件。 前支蓝结衣4价帽商品连接超过300万条。 小城点评,黄征直面上市后,公众一直关注的问题, 再次陈述了对打击价帽伪劣的最新和实际行动。 71便利店全球开店,67167家,大陆2783家,11月20日,起至11,在其官网公布了截至2。 018年9月30日的最新数据,数据显示71便利店全球开店,67167家, 其中是日本图2,0600家,中国大陆地区,2783家,中国台湾地区5322家。 小城点评,其至十一为什么能这么火,其本质都来自于它极致化,人性化的服务, 这是国内便利店所缺乏的,也应当弥补的部分。 京东7F-R-E-S-H自建果树加工中心,进入上海市场运前,京东旗下生鲜食品超市7F-R-E-S-H, 首创自建了果树加工中心。 据悉,目前,所有北京地区7F-R-E-S-H的水果和蔬菜,都来自于自建果树加工中心, 这里同时是7F-R-E-S-H订单的集散中心,加工中心,配送中心。 11月19日,京东7F-R-E-S-H正式宣布,与重邦集团战略签约, 加速推进7F-R-E-S-H在华东地区的门店落地计划。 小城点评,中国消费者通过高频次购买升线来保证产品的新鲜度, 平均每周购买新鲜食品三次,高于全球平均G2.5次。 自建或树加工中心属行业首创,神仙品质的提升, 将成为京东区别与其他生鲜商超倍一大竞争力。 京东超市首度P路线商线下融合全景图, 首个配送机器人智能配送站,启用11月16日消息。 在京东超市LEAB战略发布会上,首次对外公布了京东超市LEAB引领战略, 其中,首次介绍了线上线下无界融合的全景地图,以及实施成效。 资料显示,京东超市的线上线下无界融合四大板块, 分别是京超计划、京链项目、京腾一、Cosystem和会员无界。 11月22日,京东物流宣布在长沙启用600平米的配送机器人智能配送站, 这是全球首个由机器人完成配送任务的智能配送站, 可同时容纳20台配送机器人,完成货物分解、 机器人停靠、充电等一系列环节。 小城点评,线上线下融合家物流,是新零售的基础, 京东在物流配送方面的体素,也是其新零售的核心竞争力的表现。 一家未来两年将裁员7500人,这次要把钱拥在到任上11月22日, 拥有并经营着大多数一家门店的Intern集团发布声明称, 为加强兑现有机新建一家商场合物流配送中心投资, 拓款中心商场模式,加强电商平台建设, Intern集团未来两年裁减7500人, 中国区涉及160个岗位,裁减岗位, 主要集中在公关、人力和行政类岗位。 一家方面解释,裁减的员工非全部离职, 而是部分岗位调整, 未来计划在全球拓展到30个新的小型商店, 重组后或将带来1.15万个就业机会。 目前,一家在全球有20.8万员工。 小城点评,一家在线上的布局, 显得保守而缓慢, 但渠道的销售方式的危害日益凸显。 对于一家来说, 是时候不拒多值到零售。 各电商平台下架入华品牌DJ日前, DJ设计师被曝入华事件引发社会各界广发的关注, 原本定于在上海举行的时光秀也因此取消。 值得注意的是, 在这件事情声闻八角之后, 淘宝、京东、 考拉、 洋码头、 小红书、 以及苏宁等平台上, 有关DJ的商品都已经下架。 小城点评, 行动才是太多。 跨境电商游会政策适用范围, 扩置22个城市, 11月21日, 国务院召开产物会议并决定, 延续实施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现行监管政策, 对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, 不执行首次进口区可批减, 注册或备案要求, 而案个人自用进进物品监管。 另外, 将政策适用范围从之前的杭州等15个城市, 再扩大到北京、 沈阳、 南京、 武汉、 西安、 厦门等22个新设跨境电商综合事业区的城市。 小城点评, 将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的性质, 定义为个人物品, 是其不再受制于一般贸易的监管, 是利好消息。 沙县小吃法国手店开业日前, 沙县小吃法国手家门店开业, 位于巴黎库尔布瓦市。 为了适应当地的语言文化, 沙县小吃给自己起了个法文名字, Travelage, 沙县, 这家店不仅装修提升了一个当次, 设置了沙发桌, 连菜单名也改成了沙县十仙, 门店最多可容纳48人淘食, 加上自去外卖和送餐, 每天服务大约200名顾客。 除了著名的沙县四大金刚, 拌面, 扁肉, 蒸饺, 炖瓜, 还推出针对法国人口味的鸡肉馅扁肉。 沙县小吃国外的价格远高于国内, 一碗拌面竞卖到10欧元, 笑成点评。 据说还有十多个国家表示, 希望也进沙县小吃, 包括英国, 阿和平,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家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